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mmu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10月21日來玩這款非匿名指令 這是一款BTTBTT遊戲發行的 近未來都市一年題材 策略回合手遊 於10月20日上午11點開啟限量三檔測試 測試結束時間10月27日下午18點 測試這個有限搶先下載並註冊先到先得 遊戲背景為近未來都市一年題材 我們作為能夠進入精神空間的侍領者 根據神秘老闆X的指示前往故事發生的舞台中心條頓堡 調查一樁50年前的火災案件 路線劇情將依據我們的選擇不同 產生截然不同的分支 影響著角色的人格特質 角色的力會頗具韓國動漫美型特色 戰鬥系統雖然是3D模組的回合之對戰 角色可以通過靈魂系統釋放變身 還算有趣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畫面與體驗 好來吧 非匿名指令 好那遊戲是10月20號開始測試 測試一個禮拜吧 測試到10月27日 好那遊戲是BidiBidi遊戲代理的 我們稍微小心一點點 小心一點點 好這邊有一個動畫 這個動畫 有點漫畫 漫畫結合動畫這樣 就省成本吧 那這個遊戲好遊快爆已經關閉下載連結了 我這個是9遊版本 還可以測試 它是限量的 然後我剛剛本來3點半要玩啦 只有3點半維修 半夜3點半 維修到4點半 現在是半夜4點半 10月21號半夜 我大部分遊戲不是當天下午玩 就是隔天半夜玩吧 因為下午要發影片啊 我都睡到中午嗎 下午要發影片 所以沒那麼多時間當天錄當天發這樣 而且當天錄當天發會遇到很多問題啊 比如說伺服器維修啊 不能玩啊 帳號不能玩啊 遊戲閃退啊 或者是版權問題啊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隔天半夜玩這樣 好然後 有一個天使是不是 它這個是 動漫改編嗎 不知道欸 好像是藝能都市啊 近代藝能都市 卡牌RPG所有 我最近那個 玩蠻多那個美少女的吧 太多美少女二次元卡牌了 都是日系的 超多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跑出好多款喔 現在在測試啦 測試版本 非最終品質 那玩到這邊都沒有語音耶 都只聽到我一個人自言自語齁 欸 bilibili的遊戲 二次元日系比較多啊 這款 沒有強調日系 然後也沒有那個 日文配音 連中文配音都聽不到 哈姆 一個遊戲就是一個世界啊 我已經玩了很多世界了 每天都到不同的世界去玩 我們地球也是一個遊戲 因為我們是一個虛擬世界 我現在已經蠻這麼認為的 這邊是怎樣 侵入什麼27 28% 自動播放 然後可以跳過 欸沒有語音耶 然後對話只有一個頭像框 遊戲劇情介紹 我們是吞噬者 吞噬者 主人公 大概又是那種超能力 超能者 因為是都市 會有一些超能力吧 那我是用女性的形象 一個頭像這樣 聲音比較小聲 可以大聲一點 因為剛剛動畫比較大聲嘛 這邊又還好了 我覺得它點擊沒有一個給我一個反饋感 點擊的聲音 就是點了 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點了 我就傻傻的 在那邊 好像沒點有點一樣 有點跟沒點一樣 雖然現在是自動播放 就點一下沒反應啊 就有時候沒反應 遊戲提示 然後這邊是 角色的訊息是不是 我們還不知道遊戲的玩法 我也還不知道 但是我會做開頭啦 就是影片的開頭 那影片的開頭 我做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遊戲在玩什麼了 因為至少我會玩20分鐘左右 我還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比倡影還難纏 不要練戰 好我們跳過吧 這邊有一個劇情蓋 欸我發現最近的那個手遊 你只要跳過啊 都會有一個劇情蓋喔 今天最近玩好幾款都這樣 我們潛入這個船嘛 然後假身份被發現了 然後敵人追捕我們 然後我們要協助他們脫困 什麼浪漫啊 奇怪 浪漫什麼的 剛剛有四個屬性嘛 欸這不是剛剛一樣嗎 一個節奏音 哇 回合之戰鬥 3D 然後有一個能量 在右下角 然後應該是指令式的吧 就這個技能應該是指我們這隻角色 不是我們指揮官的 然後這個菱費應該是 他叫KP啦 這個應該是普攻吧 然後每回合回復2點 他是這樣說 長按的話 可以看效果是不是 好我們長按 長按可以指定要打誰是不是 還是我點一下 點一下沒有 右邊有那個效果 然後可以指定要打誰 這是AOE吧 然後這是 可以指定攻擊誰 然後他會擴散到周圍吧 有語音了中文的 無路可逃 點擊沒反應嘛我們要長按 哇你滴小龍啊 嘴巴怎麼醜醜的啊有兩個東西 不知道畫了什麼東西 三星獎勵 然後普通通關 普通手通獎勵 三星成就達成 然後戰鬥勝利 然後戰鬥勝利 這種就不是純美少女 就是有男有女啊 有各種角色 好我們繼續跳過吧 這個可以選擇嗎 實用 我不知道他那個要幹嘛 選選項可以幹嘛 我們被抓了是不是 拷問以上面 我們可能被抓了吧 激進 喔有一些那種文字的那一種 文字遊戲的那種選項 嘗試反抗 激進 我們被抓了 拒絕回答 這叫我是誰啊 不知道 好我們繼續跳過囉 關鍵字 把這個關鍵字 把這個關鍵字 泰勒 逢克里格 丟出來 然後尾跟犬 就是那個 剛剛那個男生跟女生嘛 要來救我們了吧 那我們就進入戰鬥了 看大鋼也可以啦 我們算指揮官啦 我們不會登場 然後敵人有一波嘛 一樣啊我們用直接放最強的技能了啦 這邊有一個 靈解能量 進行靈魂解放 好多專有名詞喔 喔一個變身是不是 他的戰術系統 比較特別一點 沒那麼沒那麼沒那麼套路 沒洗耶 他爆氣了耶 只能單體喔 這個耶 這個也是單體 有沒有屬性克制啊 敵人是紅色的耶 我們這邊有紅色跟藍色 這隻拳嘛 他說拳啊拳就狗啊 所以他嘴巴有一個裂痕是不是 我是怎樣 打死之後又可以殺敵人嗎 他的力量是這麼厲害喔 他不是打一隻 他是一隻一隻打掉耶 這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幽靈體是不是 提升自身暴擊率 還有暴傷40% 好這邊有屬性克制 紅這個算綠色嗎 冰綠色 紅綠藍 然後這邊可能是光暗護客 好附加灼傷效果 那個遊戲設定我們還沒設定嗎 不知道畫質會不會再提升 感覺應該可以吧 好有點像超能力者 有超能力者的感覺 就是超能系嘛 超人系 現代超能 大家如果想要什麼超能力 如果你們也要有一個超能力 你們會想要什麼 瞬間移動 還是時間暫停 這都太強大了 還是穿越時空 還是比較普通的 就可以飛 可以 身體強化 強化系是最簡單的嘛 最普通的 你們會想要什麼 預知未來 改變過去 現在不是每天都在講戰爭嗎 因為真的在戰爭了嗎 有兩個國家在戰爭嗎 我們台灣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戰爭 這幾年吧 有人預估五年內 五年後 因為五年後 皇帝要繼續連任嗎 繼續連任 跟那個普丁一樣 普丁也是繼續連任 這邊 我們躲在這個貨物箱 給他們一個驚醒 有一個身材豐滿的女性 我們要跟他合作是不是 他現在那個語音比較少啦 反正現在在測試嘛 右下角真的有啊 所以是測試階段 戰鬥系統搞不好之後也會改 有時候太複雜 他們 上面又覺得 你太複雜啦 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你用手指去滑動有沒有 按住然後滑動 你不用點他然後再點敵人 會比較慢沒錯 那這個這個這個比較好 這個這個角色造型是那個八卦 有黑白頭髮 常常會有這種角色 我們先變身一下吧 變身比較猛 可以打三隻是不是 可以打三隻欸 好秒掉 然後看你要不要用啊 你也可以爆氣 變身一下 看他怎麼說 烈士 我被他克喔 紅 紅 綠 藍 紅啊 還是我基礎 好獲得這個角色了 這個大姐姐 這個我覺得大陸的手遊真的進化很快 進步很快 所以我人家一直在進步嘛 遊戲一直在進步 但是我覺得已經到巔峰了吧 到頂了啦 因為被打壓了嘛 他們就慢慢的往下 我每次在別的遊戲我會這樣講 以後玩不到大陸手遊了 以後都只能玩那個日服或韓國 大陸手遊越越少 什麼騰訊啊 什麼網易 網易喔 都倒光光了 腰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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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就腰斬腰斬 然後遊戲就沒那麼多資金 然後人才就沒辦法一起做 這樣看嘛 他們小朋友都不玩遊戲 為什麼不玩遊戲 因為每個禮拜只能玩三個小時嘛 那這樣啊 這些小朋友長大的話 就不會做遊戲了 他就沒有被影響嘛 他就只是去考考公務人員啊 內捲一下啊 之類的 結果沒辦法創新嘛 先模仿嘛 先山寨然後再創新 所有人都是這樣 不管做什麼事一定是先模仿 先抄襲 先學你的長輩 你的父母你的朋友 你的習慣也會這樣子 就先模仿開始 所以做youtuber也是啊 你看人家youtuber看看 你就覺得等一下可以 我也可以啊 那你也學人家跟著做 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像我很少看直播啊 如果我很愛看直播的話 我就去做直播了 我就是沒有看直播 所以 我不知道怎麼做直播 但是我很少看遊戲頻道的youtuber 我都比較看生活類的 生活類的youtuber 或是 其他那種 新聞節目的那一種 那不算youtuber 那算節目而已啊 生活類的youtuber 或是那種開箱的youtuber 生活類就露營類啊 或是怎麼樣的 我發現很多youtuber我都不認識 有時候推薦我 欸這怎麼三四十萬五六十萬 我都連聽都沒聽過 這就是那個youtuber 這個頻道 這個影片 這個 youtuber他會越做越窄的原因就是 他會根據你的喜好 然後一直 瘋狂推送你喜好的東西 或是你搜尋過的東西 比如說你打入關鍵字 你打了關鍵字去搜尋這個東西 他大概會連續一個禮拜都一直推薦這個東西給你 跟他相關的 所以你會發現你 你會越來越窄啦 你喜歡 你好像活在同溫層一樣 你的喜好都被他掌握了 他就是推送你喜歡的東西 那你一些 也許你不喜歡 或是也許你 沒有說討厭的東西 他也不推送給你嘛 也許他推送了 搞不好你也會喜歡 他就沒有推送 大概這樣吧 那因為我 本身都會玩遊戲嘛 做頻道做影片 我就 人家推送我那個遊戲 我都直接 不看 就說這樣他不要再推給我了 所以我那個YouTube打開上面都沒有什麼遊戲的內容 都沒有 好這邊有一個老先生啦 一個首領是不是 非法團體的首領 激進啊 紅色是激進 我們隨便選好不好 我們趕快隨便選 然後剛剛好像可以 可以結束新手教學了吧 因為有玩18分鐘啦 雖然劇情我都用跳的 好有個烏鴉 我們剛剛抽到的角色 視野的話可不可以旋轉 好像目前不能轉 這邊有克制嘛 紅綠藍 你稍微記一下紅綠藍 然後兩倍數一倍數全自動 手遊嘛就全自動 一個烏鴉 帶面具 有一點語音 但動畫有點長 哇 馬上登場馬上全畫面 全角色攻擊 因為這些都三隻啊 這個是三隻啊 打中間這隻 然後旁邊兩隻 然後他是全部 他的鐮刀一砍有沒有 全部收割 像這個遊戲我玩起來就是 不錯這樣 還不錯 雖然是回合字套 然後他也沒有用那個 動漫IP要幹嘛的 應該是原創吧 感覺是原創的 原創的話 比較有心意吧 動漫IP有時候 要給人家版權嘛 版費耶 不能開發太多 不能花太多東西 這邊有一些活動廣告 反正只能測試到27號 就一個禮拜吧 哈姆 設定看一下 襪子極致喔 好吧 60陣 然後那個GIS有開了 貼土高 骨骼全中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聲音 欸有日文喔 真的假的 雖然可能就是 放技能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日語吧 Bilibili我就說 Bilibili都喜歡用日系啊 可是他們現在很反日啊 白日 反日 對不對 這個是 這種東西就是被 政府給說什麼 他們就容易信什麼 你也沒有去過日本 你也沒有看過日本人 你就討厭日本人 你就討厭日本人 那種感覺就好像我們小時候 討厭韓國人一樣 是不是 就是你會淺一默化 長輩討厭韓國人 然後你慢慢的 喔我們也討厭韓國人 我是沒有 就是好像會有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 我們跟韓國是競爭 競爭嘛 在那個很多產業上都是競爭之類的 好啦差不多這個是抽卡 我現在沒有福利 現在沒有半個福利 然後角色的形象 我覺得有點那個韓風啦 他給我感覺不像日系 有點像韓風 這個利惑給我感覺像韓風 韓國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利惑感覺就是長這樣 比較偏美形這樣 然後很有特色 色彩比較有特色這樣 他給我感覺沒有很那個大陸動畫 感覺 因為大陸的那個動漫 跟這個又有點差距 你們如果有看過的話 所以他比較韓風欸 找韓國會司是不是 還是他們去模仿 也是也可以模仿畫出來 這個感覺是體力啦 84分之156 然後你要進行這個主線任務 然後這邊有一些副本吧 這個應該是主線 有分普通困難嘛 這是經濟場失戀挑戰 這個應該是副本啦 刷資源啊什麼的 我們現在是劇情吧 主線 然後福利的話 信箱沒看到 福利 我要0-7以後才可以解鎖 好有也是 然後聊天室應該也不行 對 要繼續玩 現在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個也不行 什麼資源包下載 這個信箱還不能開 也是0-7 所以我必須玩到0-7吧 我現在是0-5 那我就不玩了 我就先玩到這邊 因為時間的關係已經完二十幾分鐘了 加上我還要做開頭 好那想玩的人 我會把下雨連結放一片上資訊單位 只能用9油吧 唉唷快爆已經爆了 人數已經滿了 不知道會不會再開啦 有時候遊戲會再開 就多開一些名額讓大家測試 我這邊還在測試 這個還在下載 檔案很大啊 就是 主體檔案好像就2-3G了吧 然後又更新了1-2G吧 我剛剛又花了蠻多時間下載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在下載 你看有中文語音還有日文語音 人家在下載中文嘛 其實它是有語音包的啦 只是還沒下載還好這樣 所以剛剛聽起來好像不太多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囉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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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等一下 我們下期見 無故 我們下期見